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来到向选民报告的现场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陈副总委员 蓝轩小姐 唐娇农先生 賴斯堡委员 黄伟哲委员 好 那么民进党呢 今天还在打这个副邦 还打副邦案 那原来刘亦如说今天 预备整理一些问题 那提出来 现在说是明天 明天那蔡英文也有说 你要行中中立 不可以这样 这样等等等等 好 那到底是怎样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副邦案 那么今天到底有哪些进展 我们看一下 余赤燕说清楚了吗 民进党登广告 持续进攻副邦案 拿出当年公文 警咬真是比宇昌案还要急 8月7号 台北银行 用极机密的文件 给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在8月8号 火速的 十万火急的 去办这一份的公文 民进党秀出公文 要凸显和宇昌案 同样急机密 同样火速 解释公文 91年8月7号 台北市财政局 以急机密 最速件上乘 当时已经敲定 北营将和副邦金 进行股份转换 马英九一天内批示 但合并流程 从5月份开始 和宇昌案申请国发基金 跳过程序 六天过关 大不同 民进党还引述 中央社报导 兼称马英九吃了六次鱼赤宴 龚天行强调 马社长虽曾与福安高层主管餐序 但性质为单纯的聊天餐序 并未触及任何公务 聚餐时间点是在去年8月8号 8月8号 文章念到这 但原文下一句话是 副邦金宣布与台北银行合并之后 庄卫雄却省略了大打 弥巴探 登乌龙广告开乌龙记者会 来进行 发展一些乌龙的言论 究竟能不能够去伤害到 马英九总统 还是其实会反过来去伤害到 民进党发言人 以及整个民进党的公信力 蔡英文在辩论上 发动副邦案 绿营明代 接放追打 只是证据薄弱 还出现大乌龙 又拿模糊这样的手法 后座力难料 这是黄铁秋小琪 台北报道 好 那么 看起来 这个民进党 穷追猛打 今天还有一个 报纸的广告 刚刚在清雲代也有 说 宇志远说清楚了吗 然后 举出几个 他主要是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富邦是以小病大了 另外呢 这个廖正锦呢 也认为是要去看财报 银行的财报了 等等 好 我想赖伟可能 他搞财务嘛 比较清楚 那我的了解 他不是拿 不能拿台北市银行 去跟富邦银行做比较 台北市银行是比富邦银行大 富邦金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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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富邦银行 富邦金扣包括富邦产险 富邦受险 那个要比富邦大很多 对对对 而且呢 到现在为止富邦金扣 最赚钱的 并不是靠银行 而是靠 什么保险公司 那个 他的这个 获利的金基母 所以 这个 赖伟你 你学 你这个 专金是财务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因为我这个案子 明显是为了要打 泥巴战 因为宇昌啊 这个蔡英文到现在为止 一直都讲不清楚 所以他丢这个东西出来 那这个 这个 中文雄自己也知道 他讲得很心虚啊 所以叫中文雄出来 很像以前的菜 也空心菜 一样的意思 我给你讲一下 空心菜就是他当他讲的就是 他讲那个 可能他讲了 500块仙台币 他现在讲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吃了几次 马英九是吃两次 他说他吃五次六次 这第一个 我觉得今天最新的消息是说 他说用极机密 他说一天 8月8号 来对比 宇昌的六天 可是不要忘了 我去查了一下 而且我也找到 当时很关键的 以那时候的 北营的总经理 他跟我的对话 他说 他这个消息 在四月份 就正式安让死出去了 市场都知道 就经过四个多月 八月 八月八号签的时候 他已经经过四个多月了 市场都知道 是交给高盛 专业的这个 亚洲的财务公司 去找 这五家 通通收到了 说 北营要公开的 来照清 找金控 要跟他病 为什么这样病 因为那时候的 我们整个国家 是说我们要 民营化 用这样的一个角度 好 那来看 这里面来讲的话 所以宇昌是什么 宇昌是 从而到尾没有人知道 突然 然后你才看的时候 是总共前后六天 后来极机密 才把它解密的 可是 富邦案 前后四个月 整个市场 通通知道 那他讲那一天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那一天 牵制到说 这么大的事情 北营要跟富邦病的时候 这么大的事情 这个 我所了解的 他那一天 是第二天 要开董事会 这要开之前 一定要非常的低调 非常的机密 而且万一 消息立刻出去的话 有违背 可能违背 内线交易的问题 所以 他们很多次 受到法律的规范 所以他不得不 那就是说 完全消息都没有 而且我所了解的是 临时通知的董事会说 明天要开董事会 好 那就这样子 所以经过董事会 经过市议会 经过后来怎么样 又经过监察院的调查 然后这个 要检掉调查 后来整个来讲是 通通没事嘛 通通是一切是 非常的这个 就是说 一切是ok的嘛 这案子也告过了 也告过了 所以这案子早就查过了 89年了 他等于重新里面找去 老犯新草 就是对 他就把他点出来说 你看他一天 他事实上不是一天 四个多以上 我去查一下 整个案子运作了 他整案子的运作 市长知道 最少半年以上 那只是那一天 要把他牵出来 怕内线交易 对对对对 怕内线 怕他宇昌没有什么内线 可以做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上 没有 没有 股票还没释出 我们看好 赖委员刚刚讲 58年台北市政府 成立台北市银行 82年 甘名为台北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88年 台北银行民营化股票释出 所以市政府占股前释出 也就是说 当时有55% 其实是民间的股 市政府占45% 那90年7月 金控法通过 他之所以要合并 就是因为金控法 是鼓励银行合并 那不过 后来我去查一下 就是说 当时我对台北市银行 也很奇怪 大家为什么 就是台北市银行跟富邦是换股 不是跟那个二次金还有是卖掉 整个政府的股票 就卖给民营是不一样的 卖了就没有了 他是换 那91年5月呢 台北市银行挑选的中信金 富邦金 元金 证券 国泰金 开发金 都蛮大的 其实都是 这个 前级大的 然后呢 就大家开始来抢亲嘛 来招亲 来招亲 那今天我听到好像有民进党 这个议员还发言人说 他说叫做 削价 什么 削价竞标 竞标 竞标什么是削价 没有竞标 没有削价 削价怎么 竞标是大家出价 你出高 我出高是比价嘛 那怎么叫做削价竞标 我不懂这个名称怎么出来的 然后富邦金出价每股三十六块 高出国泰金的三十四块 那好像那天我去查一下 那天的市场价是二十七块 二十七块七 所以等于益价 益价 益价百分之三十 那富邦金每股三十六元价格 跟北银进行百分之百的股权转换 所以每股北银股票可以转换 1.1165股的富邦金股票 然后呢 到了12月 台北市府持有原北银股票 完全转 完成转换 改持富邦金股票 就是台北市政府 这个获有这个富邦金的股票 那刚刚一直提到说 这个文是不是 什么极机密跟那个雨昌要 我掉出来 刚刚看了一下 就是他们今天大概有记者会 他其实不是 他是机密 机密跟急机密差很远 等级机密跟急机密 大家知道机密 而且他用手写一下 他并不是那种伟大的什么 他就是写一下 所以这个不要对外面讲 因为怕有内线 怕到处一合并消息 内线交易 然后呢 这个民进党今天发言人 拿了这个了 拿这个来质疑 因为这个文字蛮大的 说 满酒签如泥8月8号 那如泥 如什么泥呢 其实如你在这边 本案泥凤河可后 依说明山意见 含附 那说明山是什么 就是说 民进党如果要骂 就干脆把整个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 他就没有拿 就只拿这一 说明山 在这里 说明山在这里 讲得很清楚 本案进行自主专 本案 本案 本案该行自主成专案小组 就是台北市行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然后呢 临选财务顾问 然后呢 这个他告诉你整个过程 然后有财务顾问 有这个 怎么换股 然后意见书是怎样 然后由独立的这个致远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专业意见书 然后呢 契约股份转换的契约 委托这个重信协和国际法律事务所 担任法律顾问 等等等等 他把这个叙述 详细的这个都叙述了 然后呢 如不如你 然后就 如你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 就说你开记者会应该全貌了 那昨天好像是说 我听到好像庄略想到谁说 马英九是8月8号签约当天 就跟这个富邦参序 那后来我看今天 国民党那边出来讲说 是8月8号当天 丁宇康是不是 不是丁宇康 那个富邦 拱天行说 8月8号完成签约后 之后才去 不是8月8号 好像是把那个什么标点啊 反正就省略 老子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是的 你仔细看就知道 我仔细看 那个标点是一个逗点 或者是一个据点 或者是不应该有标点 会有两个不同的解释 但是主持人我告诉你 我坐在这里 我真的感慨完全了 你就觉得 我也不应该跟他缠到 我知道 先看第一个广告 那个鱼翅的广告 我觉得民进党 是一个很聪明 很厉害的政党 本来就很厉害啊 不厉害哪有今天 难怪我当初会离开他 厉害你为什么离开 离开那个广告 根本不需要花半点广告费 很厉害 大家也不需要花 那里头的理由 又一小次大 就是没有什么 特别新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他可以讲得 头头是道 第二点 我在本节目昨天 同一个时间 我就讲说 我们已经随 蔡英文在辩论里头 忽然间镀进富邦案 我们已经随她起舞 两天又六个小时 我现在想告诉你 现在已经是第三天又六个小时了 那我只能告诉你说 我们已经随她起舞 富邦已经随武了今天四分之一 半个小 一半的时间 你说不是不是 还没有到一半 后来我们还花了超过一个小时 我等一下就要在这里算 看看你讲富邦要讲多久 两个小时特别都讲富邦 但是你没有注意到 庄瑞雄今天用的字眼啊 非常奇特的 他重点在一个极机密 就是在宇昌里头有极机密 他有另外一个有十万火速 他就是跳过那个程序 让院长签的变成专案 他就针对你来的 所以你一直不同意我的看法 那一天蔡英文是在辩论里头 要快速了结宇昌案 丢进去一个 一个已经是已经检验过的富邦案 那富邦案跟宇昌有什么不一样 富邦案是已经老案检验过的 而且检验过完以后 这马英九已经经过全国性的选举 宇昌案是一个新案 里头有很多东西他避之不谈的 而且蔡英文虽然经过新北市的选举 他还没经过全国性的选举哦 所以那两个是不可通日而语的 但是他丢进去以后 第一点他达到了几个目的 就是说他不谈宇昌案 毁避 第二个呢转移 他成功的由宇昌转移到富邦 第三点他反击 只要你稍微有一点漏洞的话 他再加火力 而且他不是派寻常的炮 炮手像如果派黄伟哲出来 火力就不够了 因为黄伟哲很有良心 黄伟哲当讲没有良心的话 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宗益雄不是 宗益雄有没有良心 他脸上你都看不出来 所以他很厉害的 所以你看我们光是 现在剩下二十几天 光是用富邦案来抵消宇昌案 我们就浪费了三天 恐怕还不止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民进党最后恐怕会 聪明反备聪明物 我觉得富邦案的火力 会比宇昌案早知熄火 那熄火完以后如果宇昌案 又回到宇昌案 对啊如果宇昌案还是余境未灭 而且越谈越有力道的话 那民进党恐怕 就会吃不完斗着走 所以我在这里给我以前的同志 这个黄伟哲就是一个很善意的忠告 真的不能玩过 真的你这样的话 宇昌案还是抖不掉的 我从来不认为说 我是觉得说富邦归富邦 宇昌归宇昌 如果说要对比也可以 但是我并不认为说 你在质疑富邦的时候 就不会质疑宇昌 我觉得还是会质疑的啊 那至于有没有 民进党有没有针对这个宇昌案来回答 我觉得其实就没理 你说一定要 要找蔡英文出来回答他算 发言人回答 陈秦麦回答都不算 陈秦麦提出的说法都不算 那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受公平 那我先来谈富邦 等一下如果要谈宇昌 我们来谈 富邦案的部分 是个老案 没错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重申一点 对于许多的人 年轻的人 或者说甚至于媒体工作者 富邦 这个富邦案 可能他们还有点陌生 因为这毕竟是八九年前 七八年前的事情 如果是2002年 那现在今年是2011年 那是八年前 八年前的事情 手头组还没听 现在有投票权的人 他们当时候八年前 九年前是什么 11岁 91年了 他们就不知道啊 讲给手头组听的啦 他们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富邦案是什么 我觉得所以说 经过这样的讨论 经过你这 不管是蓝绿的攻防 绿的提出质疑 蓝的提出解答 我觉得也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没什么不好的 那至于所谓小病大 大大病小的问题 当初不是质疑 这个国泰释华吗 说是小病大 那国泰 你知道如果是用金控来算的话 是大还是小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把当初的资本额 或是净值 有人要讲资本额 有人要讲净值 都可以拿出来比一比 那如果说这个富邦金控 那我们要看富邦金控 他的资本额有多大 那么台北市银行 的资本额有多大 因为一般来讲 金控里面最大 不是人寿 就是这个银行 所以我觉得其实 都是可以来讨论 到底有个小病大 大病小的问题 我想这样子啊 这个如果再 一直讲的一样 就进到里面了啦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 其实有一个东西啊 蓝绿莎讲出来 其实很大方 大大方讲 而且要不断讲 说这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啊 司法都调查过了 监察院从头到头 也调查过了 市议会通过的 所以他程序全部走过了 然后呢 最后政治也走过了 为什么 蓝绿莎当选啊 那时候2008年的时候 这个民进党 就提出复方案了嘛 就换言之 你不管从司法 从检调 从监察 通通走过的一个案子 你现在又拿出来 拿里面一点东西来讲 这是机密 事实上 就讲错了 他是机密不是极机密 而且他也不是一天嘛 他搞了半年以上 市场全部都周知 不像那个 那个宇昌 宇昌是没有人知道的 宇昌要不是极机密 后来解密 谁知道宇昌这个东西啊 有 有知道 但是呢 在蔡英文到现在为止 宇昌到现在为止 人家问的 还是没有讲 人家问什么东西 问说 那个秘书 那个副执行 副执行长 对不对 副执行长 何什么回的 去他家 去蔡英文的家里 报告什么 人家要听这个东西 请问陈其迈 请问黄伟泽 请问所有的 徐家庆等等的 有谁讲清楚了 我还回应 也没有讲 讲什么 同样没有啊 我觉得这个对话 不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 如果大家觉得说 蔡英文没有说 那你就问那个 何先生啊 他没有说啊 当天的团队 那现在都还在 政府任职的啊 他没有任职啊 对不对 何组会已经是离开了 已经被民间的 我觉得其实 他当事人可以说啊 不不不 那我觉得其实 他没有选总统嘛 蔡英文选总统嘛 那一定要选总统 才能回答 当然啦 你看马英九现在就面对 你问我哦 富邦还有什么可以问的 他是这样的态度哦 对啦 不不一样哦 马英九过去也常常有一个态度啊 很多人 过去人家质疑他的时候 他讲谢谢指教 马英文现在来讲 马英九现在富邦说 来 你们还什么可以问的 那你不如始终如意吗 不管讲多少 富邦跟宇昌 我来看 最大的不同就是 富邦案到最后 马英九没有从里面 得到什么钱 人家捐钱他不要 宇昌案不管怎样 蔡英文家族 赚了一千九百万嘛 从里面嘛 这是一个事实 这点 这个就 高下力攀 你问我 我觉得说 马英九一条线 他知道他促成了富邦案 所以富邦案都要 选举捐献卡 这个不能要 我不能沾你的 这个是一个县 那至于说 宇昌案跟富邦案还有什么 这边还有 就刚刚这个 他们民进党提出来 马英九如你这个稿 他这边呢 另含请台北市议会 及台北市审计处查照 换句话这个案子整个 也会送到议会去 也会送到审计处去 那至于宇昌这个案子 有没有送到立法院呢 有没有让民进官看呢 可能他也搞不清楚啦 那我简单讲 宇昌案 列为极机密的 就只有两张公文 两份公文 其他还有三大箱 包括调查局去调月的 对 但是那个还是 放在政府机构嘛 并没有送到立法院啊 并没有这些东西 以柳依如的这个 他随时可以公布 他明天就要去质问啊 他明天就要跳过 这个行政机关 中立的质标去质问 那个是现在的 他们这个是说 你没有议员 他自然就送去 你先说 那两份集机密的 那两份集机密是关键 那是要bypass 整个程序 然后院长签了以后 不给别人知道 把这个案子建立 那目的为什么呢 魏力可能要保护杨玉民 也可能要干掉 之后要干掉 那个南华 那后面你说 有一大堆没有集机密 那已经是后续补充的 那已经不重要了 那不重要 可是事实上 如果是有这个集机密的东西 为什么会 我们的行政院长 院长夫人 会在之前就讲出 几亿几亿呢 他那个不是之前 他是根据报纸 但是那个 我这不重要的东西 我跟丁宇卡有 谈过这个内部的一些消息 其实在选这个 马英九选第二任市长的时候 丁宇卡就提醒他说 嘿 你要选市长 你要再选一次 那时候 他说你这个案子 要不要继续走 要不要继续走 因为这个可能对方会公明 这个马英九说 这个啊 交给专业 所以你注意看到 他如你第三点 什么意思 你从头看到 什么意思 完全走完专业程序 找专业的会计师 专业的律师 专业的财务的顾问师 等等的 就是走完全部的 完全尊重专业 让专业全部走完 所以他心里怎么样 心里坦荡荡 他说你不要想这个东西 不必考虑政治消息 就是按照你们的专业 只要很重要的 这个价格要好 第二个对员工要好 这两个很重要 所以他第一次参训 他是说为了员工的权益去讨论 我们修一下就会